對 一般它就是一個椅凳 讓在房間公園裡面 就可以做休息來做使用 看似板凳的座椅 掀起上頭 就發現下面暗藏玄機 那下面可以做生火 那上面就可以擺鍋子來 烹煮食物 還有這個重達20多公斤的座椅 其實是一個防災廁所 底層可以放入塑膠袋 或者連接地下污水管線 一旦發生地震 就可以變成流動廁所 帶子裝在這個空間裡面 對 讓當它做排泄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帶子來做收集 或者是做跟地下的下水道做結合 好 那它也是一個人使用 可以搭配的帳篷使用 然後增加就是避難民眾的一個 隱私的一個上廁所的一個方便度 日本石川縣年初發生規模7.6地震 傷亡慘重 與日本鄰近的台灣 也處於地震帶 基隆消防局多年來 前往日本金剛縣取經 希望能夠強化基隆的 防災防震觀念 最近消防局獲證一批 防災生活物品 包括防災催具座椅 及防災廁所 還有防災催具組 捐贈儀式 由消防局長向永才親自主持 我們台灣其實已經規劃了 非常多的防災公園 但是對於防災公園來講 裡面的相關救難設施 卻比較少 好 讓別人說它只是一個 空有其表的一個集合地 但是卻沒有一些防災的設備 可以讓避難的民眾來做使用 所以我們引進像這樣子的防災設備 是可以讓其中避難的一些居民 或是疏散的人民 可以有一個減便的工具可以使用 去年11月份上升到現在 我非常感謝很多社會的熱心人士 有先的救護車 還有救災的裝備 那像今天我們中保公司 也簽證給我們這個比較新型的 這個地震後的 有災害後的一些器具 那這些都是非常適合我們救災人員 包括一些災謀的食物 隨著氣候變遷 災害發生的頻度和規模日益增加 災害發生前的減災與整備工作 可以在災害發生時發揮關鍵作用 減少災害造成的傷亡和損失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